德國孖人牌帶給你 最新的天氣預報 現在的天氣是大智多雲 天氣預報是由德國孖人牌提供 普道司機最後派對注定是主角 世界棒球經典賽決賽 誰想到會這麼一面倒 有色彩又有鱷魚 運動場有這麼好玩嗎 體育是好玩 我看見你星期日舉辦了一個比賽 就是世界杯場地賽,其實是甚麼 其實是小朋友在場地裡的平衡車比賽 讓小朋友踏平衡車 了解場地的運動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尼瑞斯踏場地單車很厲害 但比賽很難,又多了問題 所以趁這個機會讓大家了解 場地比賽的規則 其實聽起來好像很好玩 你覺得我們體育系的主持 這麼能玩,我們可否比賽一場 可以的,那天我試過親子接力賽 爸爸和小朋友一起踏平衡車 其實整件事挺有趣,挺好玩 尤其看到他們倒下,更開心笑 我想如果主持一起玩 那種笑的情況應該更加劇 我也很想看我們的主持倒下 不如你真的舉辦一個比賽吧 不過我們說回正題 你的女兒,詩詩,真的很有趣 不如這樣吧,你找天帶她上體育系 我們這個大家庭,跟大家見面 可能她是一個最受歡迎的笑主持 詩詩叫她上來嗎 就是叫我不要,只是玩我 不要… 好吧…帶她上來吧 不要… 好… 又少一個了,驚天了 這個左腳普道司機 這場將會在國家隊最後一場 看這場是德國對英格蘭的友誼賽 在多蒙特主場西法輪球場上演 白衣就是主隊,德國 穿上深藍色衣服的英格蘭拉蘭 有個機會先做一塊 大了半場 看著射硬遠處進入境了 今天… 剛剛進入過的賀福特 就是其中一個,他有15分 蔡爾特仁要追騎士 也真的有機會 因為他們剩下的11場球 有8場在主場打 最後他們以109比100 贏了流馬 根據三次對賽,他們還是贏了那隊 近來特別留意特首選舉的論壇 大家都會留意他們在討論運動項目 大家都覺得三位候選人都說得不錯 希望他們可以在體育運動方面 繼續發展下去 希望他們真的說得出、做得到 如果當選了 就繼續發大體育事業就好了 當然我們這些運動人很關注 而傳媒最關注的 其實就是在這個灣仔運動場 是否清拆 假如你是候選人,你會怎樣回答 對我來說,這個田徑人 當然不要拆 因為在灣仔運動場 很多學校的比賽、學界的比賽 以及很多國際的大賽 都是在灣仔運動場 所以為何要拆 拆了它,可以在有蓋下雨也能考慮 不行,有蓋小很多,不要… 有蓋下雨也能考慮 不要,不拆 拆吧 不拆 拆吧 不拆… 你會否有甚麼想跟我說 你會否有甚麼想跟我說 我看到湯友賢跟一個女生在一起 剛才是誰打電話給你 跟你一起坐在車上的人是誰 他是誰 一個在我最孤獨的時候 願意陪著我 全心全意愛我的女人 分手吧 別看自己失去的東西 只要專注在自己可以擁有 我擁有了我向往的一些東西 而我其實只失去一個 陪我吃晚飯的人 他在一起 經過上次廁所的慘痛經歷後 我們要報仇 不可以放棄 怎樣報法呢 怎樣報法… 怎樣報嗎 像監製作的報道 好… 不是 我們這次玩這個… 就是All-Star Game 辦公室明星障礙賽 怎樣玩 立即示範一下 首先麻煩你,阿妹 阿妹,你示範嗎 我不會玩 阿榮辦公室的妖章 可以飄移的辦公室椅 對,這裡是起點,好嗎 待會要坐在椅上,不要離地 要繞雪糕筒 首先… 要繞雪糕筒 這樣繞,S字形走法 對,隨你喜歡,怎樣轉都可以 總之一定要S字形走光 腳短就很舒適 我感覺很累 然後回到起點的位置 這個雪糕筒 然後自轉三下 其他人幫忙數 1、2、4… 好,終於完了 我們幫忙數不跟隨 然後來到這裡,射入一球 入球了 然後反正這裡 最下一個差距的… 標準示範 就是小杯 這裡有六個杯 要把它搭成一個塔 用你的方法 對 好像不太均勻 這樣 砌了塔,然後再收起來 你要多轉兩個東西嗎 就算完成了 暈倒嗎 不暈 計時的,是嗎 計時的… 待會的玩法就是 每個人都會計時的 但我和你一起做這個系列 最後我們會加上他們的時間 看看誰比較快 好… 十足十二的全球遊戲 沒錯 你想她的遊戲,我覺得很好 別說那麼多 我們決定了… 走吧 對,這樣也要說 走吧 我先示範一下 我先試吧… 我先試吧… 好嗎 我先試吧… 好… 我們在這裡看看 你好,我準備出發了 好,我先試試看 蘇伊晉… 走 這麼慢 你的腳這麼長也這麼慢 對,你的腳這麼長 但很動 對 其實待會踩一下 它的線會更好 這個很難玩 很差 對,你的腳在做甚麼 小心 1、2、3… 很暈 加油… 炒 好了,完成了 齊杯… 我們可以不騷擾 我們可以騷擾她 加油,努力 不行… 加油,努力 不,你這個觀察那裡… 她怎麼了 這麼慢 你怎麼了 你吃了嗎 很快 很快,收起來… 好 446 很好 吃得開心嗎 吃得開心 好… 因為這個遊戲 我們還未有人試過 所以阿蘇原則上是第一個參加 這個奧斯拉基 所以我們暫時未知道 究竟446 即是44秒6,究竟是快還是慢 是 不過對我來說,我覺得差點 我覺得…看如何… 可以的 為甚麼可以滑行得快 加油,Hailey 你快點就可以了,待會 Hailey 等等 人家開始了,Thorna 車子碰到桶… 卡5秒… 卡5秒… 別碰了… 差點,衝起來… 原來這麼難嗎 3個圈 1、2、3… 3… 2個圈 好… 救命 慘了… 不可以幫忙,可以幫忙嗎 可以嗎 可以… 快點… 太好了 不是這樣的… 拿出紅色的 你很醜 慢慢吧… 不是,差不多了 你現在做甚麼… 你現在做甚麼… 你現在做甚麼事… Hailey… 她在撿 等一下… Hailey,可以放過去嗎 在下面拿出紅色的 加起來…快點… 很累 很棒… 這個成績不錯… 不錯… 不錯 為甚麼?我這麼多居場 沒關係 這個很難玩 走 好… 車子碰到桶,加5秒 很難看 怎麼了?為甚麼要這樣做 要去砌太慢 慢慢來… 雷電式 太好了… 開賽車是否懂得開賽艇 未必 所以華斯迪賓和列卡丁奴 兩位紅牛車隊的車手都知道 說一句 We cannot 在墨爾本的阿拉河這裡 都是乖乖地做乘客好過 搞那麼多事 都是想告訴你 這個星期日 有件大事發生 就是新一季一級方程式 會在澳洲舉行第一站 不知道是否宣佈了 下季不帶巴塞龍拿之後 安力基個人輕了 又風脆了又幽默了 早前巴塞主場 贏了華倫辛亞4比2之後 他很慣常地出席記者會 說一說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他的眼睛 或者他的樣子有點異樣 還指著一個人 話說有記者在他說話時睡覺 我就不知道他是不是假裝睡 你知道假裝睡的人 永遠都叫不醒 但如果早幾個月 安力基哪裡會跟你說笑 為何要說得那麼開心 他還用西班牙文說句 Good morning 我不懂西班牙文 在外店說了Good morning 那我就唯有信 拜仁慕尼克在上海開辦公室 希望爭取來自中國的贊助和商機 亦會開足球學校 去到中國當然要舞獅 我很尊重傳統文化 但我又不太明白 拜仁波衣都是紅色 如果一打開絲頭 裡面穿著拜仁波衣 不是還對嗎 不過我也明白 去到別人的地頭 當然要入鄉隨俗 要不然贊助怎麼可以 是不是 現在電視台真是很好 怕你看不清女選手的樣子 大大幅上給你看看他漂亮不漂亮 不錯 我們來的家沙 他在西班牙舉行的 自由滑雪 滑雪版世界錦標賽 成為歷尼第一個 做到Backside Double Court 1080這個動作的女運動員 導演幫我打個英文出來 Backside Double Court 1080 拿到金牌之餘 還拿到完美的100分 不過如果你可以給我 看多一次你的樣子 就更加完美了 準備一級方程式方法 有很多種 剛才看過有人坐艇 平時車隊的保達斯 就在澳洲選擇了練冰球 都對的 他是芬蘭人 應該難不倒他的 不過為甚麼要在冰上面練呢 可能準備好下雨的時候 用冰球技術 令車能走得快一點吧 現在香港很貴多撞車檔 不過以下這段影片 就不是撞車檔 是車撞人 在挪威舉行的 這個冰上越野賽 攝影師哥哥的電單車 撞到在前面領先的新拍 他被人撞當然不是撞車檔 被人撞倒之後 沒有影響他 他最後拿了金牌 啊哈 我要飛往天上 啊哈 葬那天鳥奧場 這首歌可能大家都懂得唱 但有沒有想過 怎樣可以做賭師 可以問問奧地利人卡夫特 他在挪威舉行的 世界杯對制賽 跳台滑雪項目 跳到253.5米 打破世界紀錄 其實舊紀錄 只是幾個小時前 由挪威選手 祖漢神 所跳到的252米 這宗新聞是這幾天的熱話 話說非洲有位球員 去接受訪問的時候 多謝老婆 又多謝女朋友 大家在笑她和罵她的同時 不如嘗試用另一個角度看一件事 我就不覺得她是口快快說錯 是有心地做的 試問有甚麼機會 可以讓她公開示愛呢 大家之前看C1頭條的時候 也有位隔壁的朋友 有差不多的經歷 你不覺得她老婆現在很幸福嗎 如果老婆真的生氣 就在她煮飯的時候 幫忙洗一下迷 有 謝德謙球場上看到甚麼 動物最開心 她應該會回答你是龜的 因為她家裡養了幾隻 不知道見到美洲獵石 會不會像夏斯般自拍 網球場是否特別吸引動物 之前在巴西有撿球的小狗 買物這裡有看球的獵石 獵石是甚麼 不用太多時間介紹 是適應一種 美國不是有很多地方有的 但佛羅里達這裡有 所以買物大絲菜會見到她 不過拍完自拍的夏斯 好像沒甚麼幫助 她最後打足三盤 都被捷克的華斯利淘汰出局 很多人說打哥爾夫球很悶 其實不是,你看看她 她看見甚麼 有人在這裡曬太陽 不是人,是一條鱷魚 話說在阿諾旁馬哥爾夫球邀請賽 另外,顧夫曼見到鱷魚之後 要害怕到閃 他應該像另一個球手,基寶一樣 基寶啪啪,鱷魚的尾 鱷魚就倒進水 我們的棍網球運動會 明天會到最後一集 我收到一封,有人說我們很流 很流?我扮都可以 不是,很流 即是說我們很差勁 我不是這樣看 明天給一場高水準的比賽就行了 跟香港隊做一場三案三來 不過其實我看的影片 我們的水準也是相當高 而且第一次打,算是這樣的 我也是這樣說的 明天看影片吧 對了,記得明天看吧 拜拜